跟着真的有些难度 其实有term 难的 domain, co-domain 是什么来的呢 另外有个function fx就是x2 就是y就是x2 那x那些所有可能的value 加上就叫domain 其实domain的名字是术语来的 其实代表a group of numbers 就是好像你Facebook群座一样 a group of people 一个group来的 你当是group就行了 Facebook群组 另外呢 这边有另一个群组 叫co-domain 就是y的所有可能的y的value 或者所有可能的fx的value 就是你进的x会出一个value 这个value呢 所有可能的组合 就form成另一个Facebook群组 co-domain 所以名称有些古怪的 co-domain 你当它是一个group of numbers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两边不一定是一样的 你留意这两边未必相同 通常都不是一样的 比如举例 右手边x 基本上呢 x是0 左边就是0 x是1 左边是1 x是2 左边是4 x是3 左边是9 x是-1 左边是1 都可以 那基本上x是什么都可以 x基本上是什么value 就是all positive all real numbers 所有的实数都是ok的 但是左手边就未必叫 你有没有留意到呢 这个x square 它永远square出来都是一个正数 它最小都是0的 所以fx这里是不可能出现一个负数 就是它不会有负数变的 否则就会出现那些imaginary number 那我们当它暂时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port graph y是x的graph plot出来是这样 x增加 这些y就增加 x减少 y都增加 因为是square了 对不对 x是-2 它这里出了正4 -3 出了正9 那什么是叫domain all possible values of x 就是整条x axis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domain 就是所有real numbers of x 好了 关键了 什么是我们的co-domain 在这个情况里面 co-domain就是所有y可能的value 我明显是打动体的 在xy的coordinate plane里面 其实很容易理解的 domain就是x的阔度 就是有多阔 这个range有多阔 co-domain就是y 留意这条线 只留意这条曲线 这条线上面有点的y坐标 那个cover的范围 就是覆盖面 明显在这个case上面 x domain 覆盖面是所有number 正负数 y fx co-domain 这个范围 只是正数 就是cover正数 所以最重要大家 就是分钱都打横来打动 打横到尾 打动co-domain 我们下期再见